日方区的东河里每星期三中午都会进行共餐活动 让里内长者们一起吃午饭 左邻右舍老朋友们一起吃饭闲话家常 不但让老人家们走出自己家门变得更快乐 也因此让付出不少心力的里内志工们感到相当的有成就感 东河里的每周三中午活动中心内就飘来饭菜箱 里内的长者也三五成群徒步走进活动中心里 准备享用一个礼拜一次的共餐活动 这也成了里内长者一周最期待的事 因为又可以见到左邻右舍鲜话家常 不知不觉连饭菜都觉得特别好吃 瑞芳区长也抽空带领公所同仁前往慰问 也帮长者们打菜 很欢迎可以来看大家 还有我们代表企业家 早上有家的有家的 因为我们共餐不得更多 待在家的如果再一个人做外出的会儿 可以去泡一个我们市场送的 主市长也非常重视这个共餐 一直强调一定要来共同来 大家出来参加 我们可以吃春健康要吃春快乐 这是重点 东河里里长表示要推动老人共餐其实很不容易 因此他也特别感谢里内的志工不分你我 每到周三就提前到活动中心准备 让长者在中午时间就能享用到香喷喷热腾腾的饭菜 看到老人家们都吃得津津有味 不时咸话家常笑开怀 这也就达到了共餐的目的 这也就达到了共餐的目的 不然用卡拉OK 每个快乐就好了 老人家人 老人共餐活动不仅带动的是张者的脚步 也带动了里内志工团结一致的心 也让共餐不只是口号 而是能带动的 亦能带动的 老人共餐活动不仅带动的是张者的脚步 也带动了里内志工团结一致的心 也让共餐不只是口号 而是能带动的 长期付诸实行的活动 借淳于威 瑞芳采访报道